你要不着急就错了 着急就对了 那咱们接着说 孩子的事 房子的事 这个两家看来都有一些意见是吧 还有什么事你觉得也不舒服呀 他经常对我发脾气 什么事对你发脾气呢 他是给他父母说要买房子的事情 他把电话一挂 然后就冲我发火 说我们没孩子 就租一辈子的房子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呀 妻子老让丈夫跟丈夫的家人 说房子的事 丈夫一说房子的事 丈夫的父母就说孩子的事 对吧 说了孩子的事 丈夫就觉得有点晕菜 于是挂了电话就跟妻子说 没有孩子你就别想要房子 要想要房子就得先生孩子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你跟他发什么火呀 你自己就挣钱啊 母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老是顶嘴这样 他还会顶嘴呢 对呀 他就说你不买房子我就不生 也不去检查 还挺有主见的呀你 生孩子是给谁生啊姑娘 给他生 那你要是这么想确实也没办法了 好 除了这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就是他当上要给他买保险 要付口本 他想麻烦他姐夫一趟 他姐夫工作上忙 没时间过来 他对我发脾气 怎么了 你说 我们单位买保险 就是姐夫妈有车嘛 叫他送一下嘛 我妈就说别老板 麻烦姐夫 然后我就说 宁愿自己走路回去拿 也不麻烦他们 你发脾气了是吧 是啊 你对谁发脾气了 对他 这就听明白了 就是在家里有点什么事 他都对老婆发脾气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是这意思 你姐和你姐夫 他们收入比较好吧 对 比你们高吧 对 你爸妈买了新房子的时候 姐姐和姐夫常去看吧 对 这新房子是你爸和你妈买的 还是你姐夫和你姐出了点钱 帮你爸和你妈买的呀 我爸爸他们买的 他们买这房子的时候 怎么跟你说的呀 开始我也不知道 等于他们买房子 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知道 对 这就奇了怪了 那这房子多大呀 六十多平米 老两口住 那他们过去的房子呢 过去的房子在村里面 现在在县城里面买了一套 等于过去是有祖宅的 是吧 有宅地地 现在在县城又买了套房子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 爸妈的态度改变不了 我们过上我们的日子就行 明白了 你要修正了是吧 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 是想让他振奋起来 不跟他的父母纠缠了 是 你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是这意思吗 是的 你想要孩子吗 想 你们俩要了孩子谁带呀 我有老丈人他们可以带呀 你老丈人他们带 你家里除了你还有谁呀 我爸妈 没有其他的兄弟姊妹了 没有了 那你就入坠得了 我也想啊 后来怎么没入呢 就是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 我打算把父口拿到他们家里 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 你爸妈为什么不愿意啊 父口在农村有 国家有补贴这些啊 我听明白了 这根本就不是小两口的矛盾 这是两家老人的矛盾 折射在了小两口的身上了 是这意思吧 是的 你看看 这个家里是想结了婚了 反正我们就这一个闺女 家庭经济条件不错 来吧小伙子 到我们这儿来吧 然后再生一个大胖孙子 一家四口五口 其乐如如过日子 那家打的算盘呢 是我们娶回来的 你们得到我们家来 然后给我们生一个孙子 这样我们一家五口 其乐如如过日子 是这意思吧 是 你们俩挺为难的吧 对对对 你们俩之间没什么矛盾吗 我听来听去 我只是有时候花点脾气而已 没有什么东西 对 你觉得他脾气大是吧 是的 他要不发脾气 还算个好男人吗 是个好男人 你们家现在谁做饭啊 现在是他做饭 你做饭啊 是 就好好做吧 好好入坠吧 户口本拿来了吗 没有 行吧 然后我看这个 好男人 我看看